來這裡又一支Zenfone 然後又是Intel處理器的手機 這支也一樣 是螢幕爆炸 我們來看看這支到底是什麼鬼 一樣它的後面是一個新蓋的設計 然後再把它打開 哇塞,一樣的設計耶 蝦咪 竟然是一樣的設計 竟然是一樣爛的設計 這台是Zenfone 不知道是什麼型號 這一支是Zenfone的Z00AD 不知道是什麼型號 那我們就一樣 試試看插個電 看可不可以開機 可不可以用啊 WTF 這支手機 這支手機看起來螢幕爆掉 然後重點是它的電源按鍵也故障了 所以 不管有沒有電 它也是開不了機 因為電源按鍵故障 沒差我們就直接把這支手機分解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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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2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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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OK 我們的手機裡面長這樣 哇塞 這是什麼鬼 你看 Intel處理器可能是因為真的太燙耶 你看這裡還有一大片的銅片可以讓它散熱耶 太誇張了吧 對 後面的身外 小刺口 太溫紅了 2 5 這是 要 會不會用研究 用水打的 1 0 0 0 OK 電池取出來了 這顆電池已經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點爛掉了 這外面的包裝 看起來有點膨脹 感覺要爆炸了 這個電池外面已經有點膨脹 有點感覺快要爆炸的感覺 還好要把它拆開來 趕快要把它丟掉 不然感覺有點危險的東西 這一顆是2015年 這個是3000毫安時變大了 3000毫安時的電池 可以用電池來使用電池 然後再用電池 把電池打開來 包裝就好 就是我把電池看到 之後再用電池 那麼容易把電池 然後再用電池 更快要把電池 如果是我們可以用電池 很快要用電池 然後再用電池 那是我們可以用電池 好 OK,這是我們另外一支的Zenfone,然後我們就順利把這個電池取出來了 下一支我們來猜這一支叫做Nextbit Robin 這支手機我其實蠻喜歡的,但是它的Wi-Fi還是網路 這支叫做Nextbit Robin,我其實蠻喜歡這支的形狀,然後還有它的功能 還有整體我都還蠻喜歡,因為它還有雙前置喇叭,整個都還不錯 但是它的Wi-Fi故障,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沒有辦法上網,然後什麼東西都不能做 因為它是一支Android手機,它不能上網要幹什麼 然後我們就一樣把它分解來 看起來還可以開機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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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iFi啊,還有那個WiFi啊,還有LAN都開不了了 WiFi啊,還有連電話 好吧,這隻手機看起來蠻正常的 我們先保留好了,先不要把它拆掉 因為使用都正常,除了Wi-Fi跟藍牙無法使用 但它的觸控、螢幕、電池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任何硬體都沒有問題 除了它的硬體的Wi-Fi跟藍牙故障 可能有其他的方法 或是就把它拿來當其他的offline用的 就是不用零上線的功能 像是播音樂還是幹嘛的 這可能還可以拍上用場 那要裝軟體就去下載APK 然後就是用接線來安裝 雖然有點麻煩啦,但是還可以用 幹嘛把它拆掉呢 好,那我們就這隻先保留 放到旁邊去唄 主要是在這裡 香噴火 好吧,我會不得主要 很不錯 很容易 酸